Hello 大家好 我們又來到巴提雅 一開始在機場太急趕時間 所以沒有時間跟大家來開場吧 一開始我們下飛機已經是4時 接著我們打算去買巴提雅的巴士飛 怎樣買巴士飛的呢 大家可以看看我上一集拍巴提雅和泰國的東西 那條影片會有所有資訊 接著巴士說要差不多晚上7時才有位 所以我們最後沒有坐巴士打算坐的士 誰知有個外國人打算坐的士 我們打算跟他搭一架的士過來巴提雅 原本的的士司機開我們2000匹泰駐 由曼谷去到巴提雅 但給我港價港到1800匹就OK了 為什麼我不叫Grab呢 因為我們那時候實在太趕時間了 現在終於找到我們的酒店 就是這間第10頁酒店 這間就是位於巴提雅的中部 因為上次我住的那間是位於巴提雅的北部 我覺得去所有景點都會比較偏僻 所以這次又住一間在巴提雅中部的酒店 還有這次我和我爸爸一起來的 這一個就是我們酒店的大堂環境 OK 306就是我們今天的房間 我們現在進去 現在進來房間跟大家來的room tour 這裡就是門口 一轉彎就有個廁所 廁所感覺上是非常闊落 還有一個浴缸在這裡 還有這個淋浴的空間 然後這裡就是一個廁所 廁所就是這樣 我現在就在外面拍了房間給大家看 現在我們就在廁所走出來看看這個房間 這個房間就有兩張單人床 空間我覺得OK 而且這間房間就不貴 大約是400元連稅一晚 我們就會在巴提雅住兩晚 我們這次就會在泰國玩四天 之後就會飛過去越南再玩四天 我現在就沖過涼 待會再拍給大家看 轉眼我就和老爸來到一間海鮮自在餐廳 這間餐廳就不多介紹了 因為我之前在巴提雅的影片 也有介紹過一些海鮮自在餐廳 這間餐廳的質素還不夠上次的好 因為這間餐廳是位於我酒店附近 我下機不久也不想特別找什麼餐廳 就隨便找這間海鮮自在餐廳和老爸吃一吃 這間餐廳有分兩個收費 就是699匹就是包酒精飲品 而這個499匹就是沒有包酒精飲品 而我和老爸都是選了一個 499匹沒有酒精飲品的餐 這裡我就不多介紹了 因為我們的精彩節目就要留下明天 因為明天我預約了很多行程去玩 轉眼我們來到第二天 原來這間房間是有個露台仔的 因為昨天太晚的關係 我也看不到露台仔 今早一睡醒拉開窗簾就看到有這個露台在這裡 第二天我們的行程就是會去格蘭島和薩島玩一天遊 這個行程其實我在葵程裡訂的 一個人大約需要400多元 我在葵程訂完之後他就會有專人聯絡我 他就WhatsApp了我問我住哪一間酒店 然後我又給了酒店名給他 他又給我一個時間 告訴我司機大約會幾點來接我 然後我現在收拾好裝備之後 我就去酒店樓下回合司機 現在我在酒店大堂等司機過來接我們 剛剛前面這個司機就來到酒店接人 我就不肯定是不是我的司機 然後我就找回客服 客服也即時回覆得很快 就說如果司機到了 會跟我們對名才會上車 現在我們的車又到了 現在我們先上車 原來接我們是這些雙條車來的 今次我們這個一日遊 它是寫到明有中文導遊的 所以我們又不怕聽不明白他說什麼 現在我們又到了碼頭準備登船 登船之前他就給了一條毛巾我們 現在我們要跟我們的導遊 準備上船 我們今天的快艇終於到了 我們今天就是要上這一架快艇 我們現在先上船 如果大家會暈船的話 最好預先吃定一些雲朗丸 現在就上到船上 他就會每人派一件救生宴 他現在就用張紙來對著名字 看看每個人有什麼活動 那我就沒有買這個海底漫步 所以我就不可以上船那邊海底漫步 那我就買了香蕉船 或長衫 摩托車 還有浮潛的 剛剛我們就在細船上了這隻大船 然後現在我們放下一些東西 又準備去浮潛 這隻大船 既然還有這些換落設施 可以給大家在這裡換落 那我們就在這個範圍裡面浮潛和玩水 主要說我現在就浮潛完 上來我的船這裏 剛剛下去又看到一些魚貓 還有一些斑鱗魚仔 還有看到一些珊瑚 那我就不拿上船去拍 因為我怕船進了水 之後就拍不到其他東西給大家看 剛剛我就遇到一個觀眾 他就說在KLOOK那裏 只是買了這個環導遊 就沒有買這些活動 那他就剛剛就walk in 了一些活動玩 那如果海底漫步的 就需要1600匹的walk in的話 這個浮潛就需要200匹一個 玩完浮潛之後 現在我們回船上面 然後去島上面那裏玩 現在我到島那裏 那我們要走一點水路才上到船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穿長褲 剛剛聽我們的導遊說 我們就會準備玩這個水上電單車 大家看看這個海的水是非常清潔 這個島的周圍 就很多東西吃 還有很多東西賣 剛剛我就買了一支士多啤梨汁 他又給了一個這麼長的飲觀 好搞笑 這個飯堂旁邊就會有一個locker 剛剛我和我爸爸又捉了一個locker 就需要100匹 沒辦法的了 你來這裡玩 怎樣都要捉一個locker 如果你的東西不見了 更麻煩 現在就找到我們的導遊 就幫我們安排玩這個水上電單車 他就會和你對付名字 看看和你預先登記的名字是否一樣 好了 現在我到我玩這個水上電單車 我一上去 他就會有一個人在後面扶著我 他就會駕駛出去才讓我駕駛 好了 現在就在水上電單車上面 駕駛這個按鈕就是給油的 我現在就開始玩了 剛剛我們就玩完那個水上電單車 就非常刺激 接著現在還有一個香蕉船 我們現在先玩香蕉船 現在就到我們上香蕉船了 我就不拍 因為我怕電話掉了水 所以就不拍 現在我就玩完水上電單車和香蕉船 頭都亂了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如果大家就這樣walk in 玩這個水上電單車的話 就需要800匹 walk in 玩這個香蕉船的話 就需要300匹 現在我們準備去吃下午 這個行程就包含這個下午 大家就不要期望這裡的食物是非常之好 當純粹體驗這裡的食物就可以了 這裡就是我們今天吃飯的地方 這些就是我們今天要吃的食物 就讓大家參考一下 吃完飯之後 我們的導遊在這裡點名 點齊名之後 我們一會就會坐船去玩滑翔傘 我們現在就回到我們的船上 每次上船都一樣 一定要穿齊 舊身衣才會開船 好轉駕我們現在去到我們玩滑翔傘的地方 現在就準備下船 現在他就給了一個牌 我就排這條隊就準備玩滑翔傘 我們買了套餐就400元就包了整個行程 如果不買套餐 只是買環島遊的話 這個walk in 的價錢就需要1800匹 就玩一次 那就到我了 一會就錄一錄給大家看一下上面玩的情況 轉駕我們也回到酒店這裡 剛剛玩完滑翔傘之後 基本上都完結了這個活動 完結了這個活動之後 他也會給我們一些紀念品 就是一個紀念的相碟 大概需要100匹 因為你在玩活動的時候 一直有些專人會幫你拍照 完結了這個活動的時候 他就會問你買不買 我有三張照片 我三張都買了 因為我覺得如果來旅行的話 不欠了那些少許錢 這些是很珍貴的回憶 另外我想說一說 如果大家來這個活動的話 一定要在葵程、Klook 或者KK Day那裡 買齊這些套餐才會過來 因為過來walk in 玩的活動 是非常貴 因為剛剛我有一個觀眾 在Klook 買了環島遊套餐 但他完全不包這些水上活動 過來walk in 這些水上活動 是非常貴 所以大家一定要買齊套餐餐過來 現在我就回到酒店 洗澡休息一會兒 晚上再跟大家玩其他活動 現在到了晚上 我和爸爸又出來打算看人妖騷 巴提亞有很多人妖騷 分別有69、79和89 但我後面這個69人妖騷 其實就是巴提亞最出名的人妖騷 他的收費就需要1500泰銖 而進去之前有一個規矩 就是你進去之前一定要把所有的攝影器材 電話全部鎖入locker才可以進去 所以我也拍不到裡面的環境給大家看 只有出來跟大家說一下裡面的環境是怎樣的 所以上網也沒有任何偷拍的片段 這個人妖騷給我的感覺是非常之神秘 我們事不宜遲了 現在馬上進去 這裡就是進去買票的位置 進去之前一定要把所有的鎖入locker 那些人才會讓你進去 我們現在先去買票 買票旁邊的開放時間就是6時半至11時 如果完結之後 打算拍照的話就需要50泰銖 轉眼我已經看完這個69成人 蘇人妖騷出來了 我現在和大家劇透少少裡面的內容 它其實是一個循環表演來的 一開始進去我看到有一群女生在跳舞 那這些是很基本的東西 然後第二個表演就是有一些男生在這裡 用自己下體來打桌球 然後第三個表演我看到有個男生 就出來拿自己下面來舉一些鐵餅 然後第四個表演就是一群男生 那樣好像在玩馬戲團 在一個酷拉圈點火油 然後轉一個有火的酷拉圈 再接下來的表演我認為是非常精彩 首先是一群男生用自己下面來打鼓 之後再有人妖又上來 跟那些男生一起用下體打鼓 那些人妖做出來的樣子 全部都是非常像女生 如果她不是拿下面出來打鼓 我完全不知道她是人妖 再之後接下來 最後的表演就是男女做愛的表演 那男女做完愛之後呢 就到男男做愛 她的做愛就不是普通的做愛 她全部都是一些花式做愛的表演 那我全部就劇透完了 還有她會叫觀眾上來跟她一起互動 那是怎樣互動呢 就是那些男生拿著女生的上面互動 還有一個男生就躺下 被女生脫掉衣服 不停地挑逗她 所以整個表演我覺得挺好看的 這1500分完全值回票價 那邊就是剛剛我們看完人妖騷的地方 轉過身就已經到Terminal 21 那這個晚上呢這裡會有個市集的 非常之熱鬧 但我記得她賣的和曼谷其他市集其實是一樣的 差無幾的 我就不特意拍給大家看了 好現在來到Day 3 那Day 3呢 我就打算和老爸去老虎園那裡看看老虎 和老虎拍照 之後我們就會回曼谷 那我之前都說過了 巴提亞的交通工具呢 都不愛乎是Call車和Call車的了 所以我稍後都和老爸叫電單車過去看老虎 因為如果叫私家車的話呢就會比較失車 所以叫電單車就會比較花算和比較快捷 但如果大家不敢坐電單車的朋友呢 那就沒有辦法了 你還是要叫私家車 現在我就上了電單車準備去老虎園 大約應該坐10多公里就會到老虎園的了 我們坐電單車大約坐了15分鐘左右就到了老虎園 現在準備進去 現在到了老虎園的大堂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去買票 我和我老爸就單買了這個690元摸大老虎 那買了這個摸大老虎呢 其實可以摸這個大老虎10分鐘 還有自己可以用手機在這裡拍照 那如果要加專人拍照是要加錢的 他就會有一個人專門幫你在這裡拍照 那我和我老爸就覺得沒有什麼必要 找一個專人拍照或者買一個套餐 因為我純粹過來這個老虎園 打算體驗一下打卡 投一下IG和留念一下 其實真的沒有必要體驗這個老虎的套餐 除非你真的很喜歡老虎 那玩之前呢 他就會給你這個聲明來簽 要簽完才可以進去玩 準備進去的途中 我看到旁邊這個泳池呢 已經有這個老虎在這裡 有兩隻老虎 這裡有一些老虎BB 然後有一些工作人員幫人拍照 就是應該是買套餐的package 那邊就看一些小老虎 然後我們轉身這裡就看大老虎 我們就準備進去了 進去之前呢 他會有一個職員跟我們在這裡講解 那就說摸老虎呢 只可以摸下半身這裡 不可以摸上半身 還有這裡有一些規矩的 大家要遵守一下 現在他開門給我們見老虎 超緊張 這隻老虎就是那個位置 大家看到嗎 那我稍後就會摸他 現在我就走過去這個位置 拍老虎和摸老虎 剛剛我跟這隻老虎拍完照 摸了他 這隻老虎超乖 但是他完全是不動 那整個過程呢 那些工作人員都會陪著你 因為他會怕你有危險 然後拍完出來 這裡有一間紀念品店 我們現在進去看看 這裡有很多不同老虎的紀念品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過來買 我們現在就checkout了我們的酒店 就來到這個巴提亞北站買車票回曼谷 如果大家不知道怎樣買車票的話 可以參考我之前的影片 那現在回曼谷有兩個站 一個就叫做艾卡蜜 另一個就叫做末期 那艾卡蜜這個就3點10分就有車 而末期就需要4點半才有車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艾卡蜜的票 我上一次條片都是買這個艾卡蜜的票 這個會比較近地鐵站多些 我們在巴提亞搭了兩個小時巴士 現在終於到我們曼谷叫住的酒店 就是位於拉拉站附近的曼谷騎士套房 就是這一間 我們事不宜遲現在立刻進去 這裡門口一進來 這個就是大堂的環境 現在就等著check in 上我們的房間 剛剛我們出了升降機 這裡就是那個走廊 現在我們進去我們的房間 他就說免費幫我升降機 我不知道這個房間是怎樣的 現在跟大家進去 他這個門柱就說要這樣插才可以開到 我真的想不到他會升降機了這麼大的房間給我 我現在跟大家來個房間 這裡就是門口 然後轉個彎這裡有一個開放式的廚房 再轉身這裡有一個電視和一些組合的櫃 再轉彎這個位置就會看到一些沙發那些東西 我們進去房間看看 他說沒有兩張單人床的房間 要我們睡一張雙人床 不過也不要緊 看到房間這麼大 我也非常之滿意的了 房間的環境就是這樣 拍一拍給大家看 房間的電視機就比外面的電視大 就是這樣 現在去完廁所再拍給大家看 廁所就是位於我們這間房間的旁邊 這個廁所就有兩對門 在廳那裡又可以進來的 以及在房間裡也可以進來 這個廁所拍一拍的環境給大家看 就有乾濕分離 乾濕分離也還未夠 還有一個大浴缸 嘩 這裡真是很棒 非常好 幸好它升級了我們 我的酒店這麼大 大家可能又會問到底我的酒店多少錢呢 其實這間酒店我原本預約了是300元港幣也不夠 但是由於它升級了這麼大的房間 我就拍不到我原本預約的房間給大家看 就唯有拍這間升級了的房間給大家看 好了 以後到了晚上 打算和爸爸去Lala廣場和Carbon那一頭 給爸爸見識一下曼谷的紅燈區到底是怎樣 現在是接近晚上11點的時間 Lala這邊越夜越熱鬧 大家會看到很多這些小販攤檔 我們走到紅燈區的途中 途經這間蛇尾Café 蛇尾Café其實是一間換膠的店 大家如果想知道詳情可以上網找資料 我們現在繼續走到紅燈區 Lala廣場就在那邊 斜對面這個位置其實是一個小市集 如果大家有興趣也可以過來這裡走 現在我就到了Carbon和Lala廣場這一邊 我帶爸爸進去見識一下 裡面都是不給拍照 以及不給拍片的 所以我就拍不到裡面給大家看了 轉介我們來到Day4 今天是我們留在泰國的最後一天 今天第一個行程是帶爸爸去曼谷的鄭和廟 很多人說鄭和廟要搭船去 或者怎樣去 我選了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地鐵站藍色線搭到現實立派站的1號出口 步行大約4-500米就會到的 那我們現在先走過去 那這裡就是1號出口 然後我們沿著這條路直走 走10分鐘左右就會到的了 地鐵站一出來這邊就會有好多賭賭 我爸爸這次來曼谷是沒有坐過賭賭 想讓他體驗一下 我們應該會看看多少錢 然後坐賭賭過去 本來賭賭司機就開我們100匹 但是我講價講到80匹就可以載我們過去了 現在賭賭就開車 來曼谷怎可以不坐賭賭 我就是喜歡嘟嘟這些好吵的聲音 超正 剛剛就落了嘟嘟來到這個鄭王廟 鄭王廟的入口這個位置 就會有很多租泰服的店 大部分都需要200匹就可以租到的了 那些泰服 現在又到了這個鄭王廟門口 進這個鄭王廟門票就需要100匹泰銖 那我現在就去買票 門口這個位置有寫到明 女生是一定要穿得不體才可以進到這個鄭王廟 我現在買了門票準備進去 進去之前他就會派一支免費的水給我們 現在就來到鄭王廟 其實這個鄭王廟的第二個名字就叫做黎明寺 就相傳是1768年 鄭姓將軍有率領軍隊打敗這個緬甸大軍 然後再在這裡自立為王 這個廟就是以作紀念用的 那這個鄭王廟其實老實說 走了一個圈就不是說真的好大 但是拍照打卡來說 我覺得來曼谷一定要來的一個地方 如果大家有時間的話也可以租泰服來穿 我們就在鄭王廟的下面 一會兒我們就會慢慢走上去 走到最高再拍給大家看風景到底是怎樣 原來最上的位置就封住了 不讓走到最頂 那它只可以讓我們在這個位置拍照 上到鄭王廟這一層的風景就是這樣的 讓大家參考一下 就是這樣的了 我們現在看完鄭王廟打算去大王宮 去大王宮有一個方法是最快的 就是坐船 這裡就是鄭王廟 斜對面這個位置就是坐船的碼頭 坐船碼頭這裡就會有一個行程表 這裡有分兩條線 一條就是藍旗的線 一條就是產旗的線 我們現在就在鄭王廟這裡 我們只需要搭到M9這個站 這樣就可以去到大王宮和玉佛寺了 南旗的船就是這個船 產旗的船就是這隻船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我們現在在等船到 碼頭這個位置就會有人在這裡買票 需要30匹就一個人 現在我們的船到了 現在準備去上船 外面的天氣真是超熱 現在上到船上 幸好這架船是有冷氣的 不然我真的會熱死 剛剛我們就在這個碼頭下船 下船之後 大家只要跟著這個方向走 就去到大王宮玉佛寺那些地方 現在我就去到曼谷大王宮玉佛寺這一頭 這裡現在是很多人排隊 進去的門票就需要500匹 現在我今天穿短褲 那裡的人叫我買一條長褲 才可以讓我進去 但我都應該未必進去 因為我爸爸都有差不多年紀 現在這裡是超多人排隊 不是很曬的關係 我怕我爸爸有機會會很累 或者受不了 所以我們要改一改行程 就不進這個大王宮入面了 轉個月我就跟爸爸來到 我們今天要去的第二個景點 就是這個王拳雲頂大廈 這個王拳雲頂大廈其實有分兩個收費 就是有分日頭的收費 和黃昏時間的收費 日頭的收費就是 就是早上10點到下午3點半 就需要880匹泰駐 而這個王拳時間下午4點到6點半 就需要1080匹泰駐 如果大家是12歲以下的兒童 或者60歲或以上的老人家 就可以獲得這個優惠的門票 就是350元 而我爸爸已經夠了60歲 所以他就可以用這個優惠價錢來買這個門票 這個雲頂大廈高314米 它已經是泰國最高的大廈 那為什麼我要來這個大廈呢 是因為這個大廈的78樓 有一個平台 又裝了一個購明的玻璃 可以一望到底地下的風景 那我打算帶我爸爸上去見識一下 以及看一下這個萬谷的風景 那我們現在事不宜遲了 立刻上去 好了現在我們就準備進這個大廈 一進來就會看到這個買門票的地方 剛剛我就買了門票 現在就準備進去 好了現在超緊張 我們就準備搭升降機上去 好了現在又進了升降機 我們又在上78樓 那它這個螢幕就會顯示著我們在上多少樓 我以為它的升降機會直接上78樓 原來它的升降機是先上74樓 然後讓你看一下周圍這個風景 如果想上78樓的話 就需要坐這個電梯再上去就會到的了 現在給大家看一下這個74樓的風景 超美這個風景 可以看完整個萬谷 上多一層之後 然後我們還要再經這條樓梯走上去 才可以上78樓 如果不想走的話 就有這個升降機 開升降機之前已經看到很多人在等 剛剛我就在這台升降機出道 我們一出來之後就會看到這個賣飲的地方 然後再走前一點就會看到一些桌子等等 給人喝一下東西 休息的地方 然後我們再走就會看到這個平台 這個平台就是很多人在打卡的平台 就是可以一望到底下面的風景 給大家看一下下面的風景 就是這樣 我一會就會出去這裡拍照 好了 以後我準備走出去了 走出去了 走出去了 它不讓我拍了 它不讓我拿著手機走出去拍 拍一拍的大概環境就是這樣 給大家參考一下 好了 現在我和我爸爸就回到酒店這裡 這次我們泰國的四天三夜之旅 也圓滿結束 這次可能拍不到很多景點給大家看 因為我爸爸都有差不多年紀 我不想說這次旅行是非常趕急 講很多景點 那現在我們又收拾齊行李 我們明天就會飛去越南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就給我一個like 訂閱這個頻道 留言告訴我你的看法 FOR我IG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就是這樣 拜拜